忠實粉絲還是偶爾時間中看球 都歡迎大家收看 觀眾席上看起來就座無虛席 看到些繽紛色彩 而且挺吵鬧的聽到 可以看到每個人都非常興奮 奧脫福球場,今天又是一片紅袋 現在這個球場可以容納75000人 是英國最大的球會球場 我們剛剛轉台過來看我們的觀眾 不用擔心,你們沒有錯過任何事 我們剛剛才說開始 看得到有隊友嗎 難得好 這個球比好一點的話 會是一個好機會 對手後防看得很清楚 看來比球比得準一點才行 傳去側翼 說不定是一球定勝負 有很多空位,有機會 看能否給得到一個漂亮的球 完全正好 反應非常好 球球比得好一點的話 結果會很不同 曼聯,你應該知道 好像對著牆壁一樣 你不斷撞過去也沒用 這球不錯 摺得好,要加速了 這個球比得好 這個球比得好 這球足夠了 卡卡 這個位置試試下腳 紀理安麥巴比拿到球了 可否可以放進去這個空位 很準的全球 這球比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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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要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在這裡出腳,看看能否搶得上球 斯朗娜到 卡卡拿球 找到空禮 射他吧 誰可以搶到 最緊的球 算是很準的一球 有機會反攻 嘗試走位配合一下 他的表情竟然說明一切 找到空禮 這個攻勢也令人頭痛 不過這次後防能應付 在眼前有很多選擇 這球傳得不夠準 還有機三人的 看到了,看到有人了 上了很多支夠力的一球 凍破了 這球原來是否有第六感 機三人拿球 起跳了 值得嘗試的 不過運氣不足夠 巴黎 剛剛搭著電視機的觀眾 他們沒有錯失任何入球 他不夠的 後衛也上來助攻 頭取曉 入球出現 正所謂神而不華 穩穩陣陣的一個入球 團中那個是最大功臣 角度漂亮得絕 曼聯率先取得入球 對,不過領隊也要提醒球員 你不要鬆懷 卡斯達斯很輕鬆就接到這球 穿過去,截得好 是否找到目標 是否找到目標 奔偉特看得很通透 截走這球 列卡特 兩隊只相差一球 是比賽唯一的分野 他們領先1比0 這球有趣 卡卡就起腳射他 辛辛苦苦追過球回來 不過最後又踏了Q 這個直線比下去 簡直可以用四個字形容 好,完美 無下 迪勤懷斯出腳搶快球 成功離開 他們得到界外球的機會 起動了 卡卡不會想輸的 迪勤懷斯 快點戴上前面 馬電尼,擋住了球球 曼聯希望將1比0的賽果 維持到決半場 身形佔優 帶領哈蘭達,結果無攻而還 球證沒有舉旗 很快就搶回 紀斯文 看誰在前面 下卡 這個反攻果然夠快 對 在眼前也有很多選擇 射吧 卡斯娜斯,好球 倒得力 守得好 艾琳夏蘭達 都只能夠虎笑一下 這場球第一個角球出現 有1分鐘 1分鐘 傳得到 球證明的結束上半場 上半場的刺激程度不太高 看看下半場會否更好 我想他們應該挺滿意 上半場的表現和比數 看看能否維持著氣勢 到到現場 曼聯現在領先 雙方的刺激程度不太高 但是大家記得 不要過分樂觀 比賽進入下半場 在領先1比0的情況下 他們可能會踢得比較保守 未必會太積極上前 看看他們怎樣踢 說不定是1球定勝負 先斷撿引,轉得漂亮 跳吧,入球 現在這場球的氣氛好很多 下一個入球是哪一隊 放多少人過去都阻礙不到 艾寧夏蘭特厲害了 這樣用身體擋住對手 然後製造空間可以射門 整隻獅子那樣,真的夠勇猛 這場球的形勢真的不停地… 這一下應該都被球證罰了 怕扯到警告一下而已 沒錯 看看目標是甚麼 列卡特 力量不錯 基利安、麥巴比 斯朗娜到 被球證捉到,罰球 這個位置適合他嘴型 保持著這個機會 丁銜 球被他擋門,阻礙著 加力山大,亞洛特 迪奧、鄉南、迪斯 看看能否給他一個漂亮的球 先打球 有個反攻的機會 好球 雲尼斯、奧斯總 這次可以嗎 在重要時刻,出現了一個世界球 這樣也讓他進不了 不就抵人了,抵贊 我想沒甚麼人打算他會這樣踢 真厲害 自己帶球,還要進球 但對手一點也猜不到 打破薑毒了 對手現在需要冷靜一點 問題是還有沒有時間 加利夫、巴利取得球 再接門一次 完成 眨眼就說追回 真的想去廁所也不行 隨時,整場球會完全不同 有時的事情就是這樣 人家不進你球,你不會害怕 一進來球球 你立即自動球,要追回球 誰能射進這一球球 這個進球也算符合 真的兩邊都不肯認輸 這樣失球真的很難撐 完全是他們自己弄出來的 先踢一踢另一邊 哥斯達古達 全賽左邊 各位,很漂亮 人多就是好辦事 加利夫、巴利 做到全中球 他們選擇了一個短短 危機解除了 之後就立即反擊了 話也沒那麼快 從這邊的場面到那邊的場面 這個失誤也挺嚴重的 兩邊都追著球 紀斯文 應該想盡快反攻 很難撐 他走的位置走得很好 不過我想他對隊友 給球那一刻就不太滿意 他走的位置走得很好 他走的位置走得很好 斯朗娜到了 起了腳 入球了 比賽形勢又起變化了 後防的反應 好像慢了半拍 所以說一時之間的大意 就會鑿成大錯 是他第二個入球了 我們球迷就是在等待這一球 這對球擅長進攻比防守更多 不過現在看起來 是時候可以保守一點 可以放過首次鑿成長進攻比賽 在場面上的防守正確 第1號中盾 第1號中盾 第5號中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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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的機會 不過是BKKV 第2號中盾 100有機會 不可以及到這個情況 要繼續努力一下 不錯 最重要是保持勢 第4號中盾 Jussepe Bergamy 第8號中盾 判斷得不錯,截到那球了 站好位置,截得很好 看到了,看到有人了 整個組織都不錯 再接再來吧 下一次可能可以 拍到尾,分去右翼 看到有隊友嗎 動作很漂亮 阿力珊帶阿洛特,傳中 傳得不錯 傳回到後面,重新來過 傳到那邊,碧咸 朗拿到 波子飛了出來,誰會先追到 剛才挺有心思 不過實行不到也沒用 這球有趣 迫咸 先彈出底線,擋得好 曼聯,第二個角球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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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球,Makalele 接著代他是第四球,Netvet 我想他們也嚇死了 為何這球不進入呢 我也不知道 不過總之沒有進入 好,來吧 被人看穿了 雲尼斯奧斯、祖利亞 雲尼斯奧斯、祖利亞 準備反攻 球現在在朗拿丁奴 可否可以放進去這個空位 碧咸全中 狂擊到場了 這個球不夠力了 斯朗拿到 教炮、教正對方的後防 這球球踢得不錯 給對方壓力 艾寧哈蘭德 看著誰在前面 回傳給龍門 這球不太好 壓力刪大,亞諾特 這個反攻果然夠快 朗拿丁奴 好,比賽到此為止 曼聯的頭可以說開得一般 不過之後沒有救 一步一步地邁向勝利 朗拿到 理所當然就是今場的最佳球員 Keyman 他們這樣從後追上來 有甚麼高見 有時有些球隊就是這樣 明明是落後緊,他們都不擔心 繼續保持自己的風格 終於可以反大衛星 好,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Keyman 為我們分析、講解這場球 這麼快就完結了嗎 在此為止 你不用擔心 會不會 在此為止 不知 我們好